好爱好爱 又有热门看了 继毙游村之后 公司的五大零世工又要聚首了 可他们这次聚到了一起又要做什么呢 只见此时肖子在正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 一边在公司的群里发着信息 他问道 各位你们觉得这次的行动真的会有效吗 我这可是放下了一桩美差特意跑来的呢 老孟发了个满脸冷汗的表情说道 小肖啊 上头怎么安排咱们就怎么来 少抱怨 而黑管则是吐槽道 能有个屁的笑谱 这一看就是个大坑啊 哪有白痴会上这种当 可高二壮却黑黑的笑道 碧游村那群人就是一群白痴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或想出的这主意 这也不是赵大爷的风格呀 看到这话王振球就立马回了一句 还能有谁 这一看就是给老马挖的坑了 估计也只有不要碧莲能想出这种缺德的计划 而且当初在碧游村 就他和老马走得最近 欺负老实人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耍上阳谋了 真是把不要碧莲发挥到了极致 而就在这种临时工 在群里讨论着张楚兰的计划时 马先红这边也开始了新修身炉的制造 看到心上根气萧萧推门而出 马先红笑着说道 你的醒气真是太棒了 对我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呀 真的很感谢你 萧萧笑道 不用客气 去社长与我有问 无论任何的要求 只要是他提出的 我都会去照办 马先红文言赞同道 是啊 在这里的所有人 几乎都接受过姐姐的帮助 这大概就是没有人会拒绝姐姐的原因吧 我想这也正是姐姐她魔力的来源了吧 说到这里 马先红望了眼身前的修身炉 又接着说道 这个炉子是姐姐专门根据我的神机百炼 再结合了她的手段 特意为我修复缺失的记忆而提出的方案 但我却想用她来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我也想成为像姐姐那样的人了 可马先红的话音刚落 曲童就开门走了进来 只听她开口说道 你就是你 为什么要成为我呢 见状马先红连忙岔开了话题问道 姐姐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然而曲童并没有接话 只见她转头对肖肖说了句 肖肖啊 你先下去吧 等肖肖离开了房间后 曲童就掏出了个小药丸 递给了马先红道 把她吃下去吧 马先红看了眼曲童手中的小药丸 愣了一下后连忙说道 怎么又要我吃这个呀 我已经很久不用吃这个了 可曲童并没有理会马先红的话 却以不容质疑的语气嘱咐道 听话 把她吃下去 然而马先红却说道 姐姐啊 当初你说是因为我的精神不稳定 需要彻底的安静 才让我吃这个的 可是现在我的精神都已经稳定下来 听到这话 曲童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她的表情就突然猙獰了起来 随着她身上蓝色气炎的蒸腾而起 就听她立声说了一句 我让你吃你就吃 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马先红见状先是一愣 随后她脸上的青筋就爆了出来 可是马上她就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深呼吸了几口气 抚平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又看了一眼 正站在身前手掐着小药丸的曲童 她这才接过了药丸 一把塞入了嘴里 可哪曾想 药效尽来得如此之快 小药丸刚一入马先红的喉咙 她就立马趴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画面一转 曲童已经把马先红放在了一个小台子上 曲童沉吟了一会之后 她就伸出了双手开始发功了 可诡异的是 曲童手指尖涌出的蓝气 竟都变成了一个个的小手掌 下一秒 这些蓝色的小手掌 就全都朝马先红的脑袋涌了过去 只见蓝色的小手掌 瞬间就都穿透了马先红的脑袋 直接朝她的脑子里钻了进去 当来到马先红大脑的记忆深处后 便开始了在曲童的控制下 不断地开始修改和删除起了马先红的记忆 直至过了两久 曲童才缓缓收工 完成了对马先红记忆的篡改 看着静静地躺在自己面前的马先红 曲童脸上露出了几分复杂之色 轻浮了一下马先红的额头后 曲童这才拿起电话给赵方旭打了过去 赵总啊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我这篇稿子都已经写好了 随时都可以把稿子发出去 挂断了电话回到自己的卧室 神秘人的声音就突然传了出来 他问曲童为什么不做得彻底一点 莫不如就干脆直接删除掉马先红 关于庇游村全部的记忆 即使是他对你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那么你也可以再把信任深深地刻入他的脑子里 曲童说道 一个健全的人灵魂是会自我修复的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次次的修改 一次次的修复 他的精神已经处在崩坏的边缘了 如果再这样操作下去 我怕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听到这话 从曲童手指上的戒指里 便又传出了神秘人的声音 那又怎样呢 倒费了扔掉再换一个不就好了吗 文言 马先红冷哼了一声不悦地说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竟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了 一听这话 神秘人顿时就变得语无伦次了起来 他连忙解释道 不不不 我只是在关心你的安慰而已 曲童这时岔开了话题说道 我刚才已经给马先红服下了 抑制灵魂痛楚的药 没人唤醒他的话 他最起码也要睡上一周 听到这话神秘人无奈道 行了 既然你有办法 那么我也就不跟着瞎操心了 只要别让他们威胁到你就好 另外我提醒你一句 公司这次出动的又是那几块料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神秘人的话音刚落 曲童手指上的戒指就突然亮了一下 看到这一幕后 曲童便淡淡地说了一句 先挂掉吧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时间一换来到第二天 一大清早 诸葛白便气不成声地 在诸葛村内狂奔了起来 只见他一边飙着眼泪 一边大喊着父亲 看到一路狂飙到自己身前的诸葛白 诸葛拱就问了一句 一大早上的你这是在抽什么疯呢 而诸葛白则是喊了一声老爹 就含泪将手机递给了诸葛拱 诸葛拱接过手机扫了一眼 就立马被屏幕上的内容 给惊得脸都掠了 因为手机里那个 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人 正是他的儿子诸葛庆